这节课我们来学习目录管理和文件管理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学习目标吧 首先我们需要掌握目录管理的相关知识 第一点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如何去检查一个目录是否存在 然后我们要学会创建目录和删除目录 第二点是文件管理 我们要知道我们如何去检查一个文件是否存在 并且知道我们如何去创建文件和删除文件 实际上我们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些最常见的基本操作 当然通过这个视频之后 我也会提到我们如何去获取更多的相关知识 好的 这里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demo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在这个项目当中 我这里生命了一个叫DocumentsTest 它这样一个存储属性 这里它是延迟夹着的 这个属性它用来干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说 那获取我们Documents目录的一个路径 这里的具体实现方法 获取方法我在上个视频当中已经讲了 这里我就不给大家详细分析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 我们来如何对这个目录来进行管理吧 这里我写了一个叫DocumentsTest 这样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我们在下边我这里有实现 待会我们再来看它吧 那这里我们先来构建一个案例 来举一个小例子 假设我们是需要在我们的Documents目录下边 我们要添加一个叫Data这样一个目录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当然啊 在在做这个在实现这样一个方法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需要提前写的一些辅助的哈树吧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怎么样检查 我们的目录是否存在 是这样的啊 这里我们利用了一个叫NS File Manager 这样一个类 当然关于我们的文件管理 还有目录管理 它的它的所有操作啊 都是通过这个类来进行管理的啊 其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也是基本的知识 如果大家想获取更多的相关知识 那怎么办呢 我们点这个help 这里有一个苹果的官方文档 这里就是File Manager啊 好的 我们这里简单的搜索一下 大家就会发现 这边就会有一个索引 有一个目录啊 然后这边是相关的文档 大家可以就可以在这里 通过看苹果官方的文档来知道 我们的文件和目录 它有它可以做哪些操作 好的 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代码当中 继续给大家分析 这里我们通过 DefaultMajer这样一个方法 来获取一个实例 这里是一个单例啊 提供了一个全局唯一的访问点 获取到这个Majer的实例之后呢 我们我们只需要调用这个方法啊 这个File ExitAltPath这个方法 那么我们就可以 获取到我们这个目录是否存在 这里我们把结果给打印出来吧 目录存在和不存在的结果 便由我们进行观察 然后我们知道了如何创建目录 如何判断这个目录是否存在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创建一个目录 同样的我们先获取 FileMajer的这样一个实例 然后这里我加了一个 不合异常的代码块 为什么呢 因为是我们这样一个核数 它是会抛出异常啊 在这里我们通过调用这样一个方法 就达到了在我们的指定路径下面 创建目录的这个目的 我来解释一下这三个参数的意思吧 第一个参数是代表我们的目录的路径 第二个参数是我们需要高速系统 我们创建的这个路径 它是否它的这个上一级目录是否存在 如果说我们添加的目录 它的上一级目录不存在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我们以致性要添加多级目录的情况下 我们是需要把这个参数指定为true的 当然在这里大家可以看见 我们是直接在documents目录下面添加了这个data目录 所以说这里我们是指定为false 就OK的 接下来这个参数是表示我们这样一个路径 是表示我们创建的这个文件夹 它有些相关属性和信息 我们是可以在这里进行设置的 这里我们指定为nearOK了 好的 然后如果说掏出一场创建失败的话 我们这里打印一下 好的 这样的话 大家就知道了如何来创建一个目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创建一个目录 同样的我们获取manager的实力 这里我们调用remove的这样一个方法 就OK了 好的 我们在看了这些基本的操作之后呢 我们给大家来逐步的演示一下吧 在这里 我们给逐步演示一下吧 首先我们这里是打印出了这样一个路径的 这个目录的路径 我们先来检测一下 我们的这个目录是否存在 我们运行一下代码 好的 这里已经打印出了这样一个路径了 然后表示说目录不存在 对吧 好的 如果目录不存在 我们就创建目录 然后 然后我们再来检测一下 这里的这个建议问题 我们就手中取消 好的 我们来创建这个目录 然后我们再来检测一下 目录是否存在 我们重新运行一下 我们的这个程序 好的 这里有打印 目录已经存在了 对吧 那么为了证明啊 为了验证我们目录真实存在 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在这里我们导航到这个路径下面去查看一下吧 我们把这个我们复制这里吧 刚才我们已经进到这个delta目录下面去啊 好的 然后我们再点前往页下 前往 好的 OK 大家可以看见啊 我们这个document目录下面 已经新增了一个叫delta目录 对吧 这里面是空的 没有任何数据 好的 OK 那就表明我们现在已经成功的创建了目录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我们的删除目录操作吧 这里有点问题啊 我们不能够直接把它取消掉 在删除目录之后呢 我们再检测一次 看一下目录是否存在 从而验证我们的删除操作是否成功 好的 OK 我们把这里给撕掉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吧 我们重新运行 看一下我们的结果是这样的 好的 这里最终打印说这个目录已经不存在了 对吧 意思就是讲我们这个删除操作已经成功了 这里的话我们还是来查看一下吧 我们把这个Documents目录录音拷配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里前往进架 来看一下吧 大家可以看见 现在我们Documents目录下边 我们建立的Data目录已经消失了 对吧 好的 那就证明我们的确是我们的删除操作已经成功了 好的 那么到这里呢 我相信大家通过简单的演示 大家也明白了 我们如何来对目录进行简单的管理操作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文件的管理吧 文件的管理 同样的我是把它写在一个扩展里面的 我们同样先来假设我们来构建一个案例 我们假设我们需要在Document目的下面 我们要建立一个叫DataText这样一个文本文件 那么同样的我们先构建我们的这样一个路径 然后我们先来检查一下 我们这样一个文件是否存在吧 当然在做这个操作之前呢 我还是先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写的文件操作的基本方法吧 我们如何来检测一个文件是否存在呢 首先我们获取Manager的实力 然后我们调用这样一个方法 细心的同学肯定就会发现 实际上我们检测目录和检测文件 我们可以用同样一个方法的 同样的获取结果之后 我在这里打印输出 最后返回结果 这就是我们获取文件是检测文件 是否存在的一个方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创建文件 先获取Majer实力 然后我们调用这样一个方法 这个参数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第一个参数Path代表我们文件的路径 第二个参数是代表我们想要写入到文件中的内容 这里指定为利尔 第三个表明我们文件的相关属性 我同样指定为利尔 让它缺失状态 最后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如何的创建文件吧 在一个路径下面 获取这个Majer实力 然后我们调用这样一个方法 就搞定了 也是非常的简单 当然也跟我们删除 这样一个目录的操作是一样的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 再来看一下我们这里写的这样一个测试代码 在这里呢 我们首先检测一下文件是否存在 这里打印出了我们这样一个路径 我们先运行一下 看一下结果 看下边啊 这里提示我们说这个文件不存在 首先我们是不存在的 然后呢 我们来创建我们的文件 然后我们来创建我们的文件 并且创建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检测检测一下 我们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所以我们重新运行一下 好的 这里提示说文件创建已经存 检测检测结果说 文件已经存在了 就表明我们的创建操作是OK的 这里呢 我同样啊 我同样我们导航到这样一个路径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吧 好的 OK 大家可以看见这里多了一个叫 Data TXT的文件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我们的测试操作 我们再来看下我们的删除操作 讲错了 我们删除文件 最后我们再来检测一下文件 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啊 实际上我们删除之后的话 按照道理说这里应该显示不存在 对吧 好的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路径给拷贝一下吧 我们再去看一下 看是否真的删除了呢 再来看一下啊 好的 大家可以看见 Documents目录下面已经没有了这个叫Data.txt的文件 对吧 好的 我们回到我们的工程当中 那么到现在呢 到目前为止呢 也就是说 我们就给大家演示啊 给大家分析演示 那我们文件和目录的一些 基本的操作 那么我们如何来获得更多的信息呢 实际上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点的啊 我们所有的这个文件和目录的相关的管理操作 都是通过我们这个File Manager内来进行管理的 在这里我们大家可以来阅读整个苹果官方的文档 来获得更多的信息 好的 这期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